大家好,我是魔法创作士 欢迎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相信大家对风油精一点都不陌生 常常用于缓解蚊虫叮咬的臊痒 缓解精神不振,困倦等 效果都非常的好 它是一种油性液体药物 用薄荷脑,氨树油,丁香粉,张脑,水洋酸甲质和香油制作而成 其中含有的氨树油成分 对于治疗呼吸系统疾病 如上呼吸道感染 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 也有不错的效果 另外,它也可以用于伤口和溃疡的冲洗 而薄荷唇会散发出芳香味 是一种抗风的药物 涂抹在皮肤上 可以让皮肤感觉凉爽 起到治愈疼痛 减轻皮肤不适的效果 加上水洋酸甲质 可以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起到消肿、消炎、止痛、止痒等功效 今天小编这里就和大家分享几个 风油精的小妙用 大家肯定不知道 风油精还可以这样用哦 尤其是第一个妙招 非常的好用 让我们的生活轻松不少 大家一定要学习来 妙用一 治疗鼻炎和鼻塞 患有鼻塞或者慢性鼻炎的朋友们 可以把棉花棒像这样子对折 然后把风油精涂抹在棉花棒上 然后呢 把这个棉花棒塞入鼻孔里 自然的呼吸 这样子做就可以帮助疏通鼻孔啊 自然的呼吸一下 鼻塞就可以得到缓解 同时还可以缓解鼻炎啊 风油精里含有的安树油 有助于治疗呼吸系统的疾病 如鼻塞、鼻炎、气管炎等 效果非常的不错 直接把这个塞入鼻孔里就可以了 妙用二 去除鸡眼 手脚容易长鸡眼的朋友们 大家可以利用风油精把鸡眼去除掉 先把长鸡眼的手脚浸泡在水中 软化鸡眼的皮肤 然后在鸡眼上涂抹风油精 每天坚持涂抹多次 一段时间后 鸡眼就会慢慢变干、脱落 就可以轻轻松松把它拔掉哦 妙用三 去除手上的异味 家里常常都会接触到一些 有异味的东西 如大蒜、洋葱的 在我们的手上残留异味 这个时候 可以直接在手上 涂抹一些风油精 擦拭一下 然后才洗手 就可以起到去除异味的效果 把异味彻底地消除 手上就不会有异味了 妙用四 提神醒脑 防止运车 容易运车 皮肋的朋友们 大家可以涂抹一点风油精 在额头和太阳穴上 然后按摩一下 这样子可以起到 改善头晕、头痛等问题 皮肋的时候 也可以这样做 可以起到提神醒脑的作用 让人恢复精神 远离皮肋 妙招五 治疗肺子 身体长肺子 是因为汗液堵塞在皮肤中 引起的皮疹 汗液管便狭窄或者堵塞 造成汗液被困在皮肤中 导致发红 臊氧和小水泡的情况 这个时候 我们只需要准备一盆清水 在水中加入几滴风油精 混合均匀 然后把它用来擦拭身体上的肺子 就可以起到防止肺子的作用 还可以让肺子消退哦 家里有风油精 随时就可以用了 就不需要特地花钱去购买药物了 今天这里和大家分享的 这些风油精的小妙招 大家学会了吗 是不是很简单很好用呢 希望大家都学会了哦 家里不妨购买一些风油精 可以帮助我们解决 生活上大大小小的难题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呢 就分享完了 喜欢我的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或许你有更多更实用的小技巧 欢迎评论区留言分享哦 点击我的视频头像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生活技巧 每天呢 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别忘了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了